站在罗浮宫前 前总统蔡英文欧洲行第二站抵达法国巴黎 前脚才刚离开捷克 搭配这配乐让网友很是惊喜 蔡英文在布拉格期间赴参议院 TVBS16日独家专访接待的议长韦德琪 捷克参议院高规格接待 不只有议长和议员 参议院副议长斯特罗瓦也同框 韦德琪致赠两本捷克名著 山交鱼战争和小狗达西卡 并送上捷克参议院荣誉钥匙 蔡英文是史上第二人拿到 只是对比捷克的盛情 英国媒体踢报为避免激怒北京 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国会 推迟接待蔡英文的计划 深信台节有更多合作空间 韦德琪也呼吁民主国家 相互立体 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报道 蔡英文有可能未来几周内访美 对此蔡英文办公室表示 无法评论未经正式的报道 至于未来的邀访会在适当时间 对外说明毕竟是更泄论元首 蔡英文啪啪造去呢 国际媒体警惕 TVB的新闻李国阵 刘廷廷一条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